我考完了完了 卧槽 怎么跌成这颗屎呀 卧槽 卧槽 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了 叫你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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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亏的人内分泌都要失调了 如果我上辈子造了什么烈 请派渣男伤害我 不要老是亏我的股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小人物 一通新财近期连续下跌 1月2日至2月5日累计下跌46.56% 投资者吐槽不断 公司回应称 投资者的心情可以理解 感同身受 因为股市里的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段历史 公司会按照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异物 公司生产经营相对稳定 业绩经营情况可以查看相关公告 关于市场行情 市场的走势跟公司的经营情况有时候并不一致 近两年部分行业相关公司的走势大家都看得见 最近一个月尤其明显 对于这个市场的波动 一个公司很难改变什么 个人投资者也很难改变 我们只能接受和适应这个市场环境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2024年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人生不仅仅只有股市 还有父母 爱人 孩子和朋友 建议投资者可以暂时离开股市 放下执念 给自己换一个心情 以轻松平和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 祝投资者龙年大吉 这是A股吗 他妈的是地狱吧 一千多家天股跌停 刚大盘一致跌了接近一百个点 卧槽 直接打险两千六百位战士吗 两千七都直接掠过 今天多少人爆仓平仓 太狠了 炒股的都造了什么孽呀 我们只是想来理个财 天天让我们承受股灾 股灾都他妈常态化了 卧槽 怎么跌成这个屎呀 千古跌停 他下午盘中还要拉伸一下 你拉什么呢 你拉你娘了个腿呢 可死不要脸的祸吗 这盘面是真的恶心 我说实话 卧槽 卧槽 我已经没法用正经来形容了 我算是见证历史了 你他妈有本身权利 你一个都别 卧槽 卧槽 千古跌停 十九岁 万人爆仓 落凌村 每天一睁开眼就是一个跌停 现在群众能不能过好年 已经没有人管了 从来没有炒骨炒得咬牙切齿 心中有恨 叫你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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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相信这个东西 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了 天气昨天都立春了 你还在寒冬吗 盘中超过一千家跌停 你一共就五千多家票 你五分之一跌停啊 我直接扣谢他 我上周五 我地板跑出来的我金融 我排单排了一个多小时 我跑出来的 我今天一看 他又是个地板 这虾鼻行情 我真的直接无语了 五千点你们说 来个大跌也行 千古跌停 你两千七百点 你还能来个千古跌停吗 真的 三千点到现在两千七百点 他给了我们四次活命的机会 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 我割了的那个长线票 我真的我后怕 是我卖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 我说你两千九百点破了 你还卖 你不是韭菜 谁是韭菜 然后我今天一看 距离我当时割掉他 正好满一个月 他又往下跌了四十个点 我给你们讲什么概念 如果这个票我没走 我拿到现在 我要多赔九万块钱 我真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这么真的 让他这么跌下去 没人管吗 而且为什么 还有人说倒车接人啊 人都在车上 倒车接谁 要脸吗 千古跌停的大骨灾 指数是红的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了 这幸亏是回家过年了 我今天我这个心情 已经真的很平稳了 这要是我 今天是坐在 我那个店里面超过 看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今天 估计会连店都砸了 今天最热闹的两个地方 估计会有两处 一个就是高速路上 那些堵车回乡的人 另一个就是 大鸡股民基地 就是各种股民群 我终于再次看到了 千古跌停 我上一次是在2015年 我刚入市的那一年 没想到时隔十年 让我再次见证了 大鸡的历史 我在想 那些堵在 今天堵在那些 高速路上的那些股民 心里 今天绝对是在滴血了 真的 双重打击 你们今天还在等救世吗 反正我今天我全割了 这个燃气票 亏了我炒股以来 单支票最大的亏损 我认了 如果说他明天 或者说后天 或者大后天 他又千古涨停了 今天割肉的我 我不知道到时候 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这次股灾 如果说他是自然灾害 我忍了 如果说是咱们金融战败 我也理解 如果说是多空算计 我也认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股民有获得感 就是获得了这个大雷吗 我已经不想吐槽了 回家这个心情啊 我就已经每天被搞得 要烦死了 都要抑郁了 现在还亏钱 有人说我亏钱了 我还有心情化妆 他妈的 亏钱了 我化个妆都是错的了 就是你亏钱了 你去死呗 我又不会拦着你 别怪我说话难听 就是这个节骨眼上 我觉得你说这种话 你纯属自己找嘛 十年前 一五年的这种感觉 也是又回来了 年前哪有机会啊 全是飞刀 人家说 两千六百五十八 到底是不是底 这回你说到底是不是底 千古贴清 重建江古啊 这么多跌停的 我也不知道股民这年 应该怎么去过 这种跌法啊 跌到最后 谁有子弹 谁是赢家 既然这样就别动了 早上都不卖 现在还卖啥呀 别动了 听话呢 中国股市在线千古跌停 2024年2月5日 A股跌停1368家 跌幅5%以上的2665家 下跌总数达到4898家 中国的著名韭菜胡锡进 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股市很复杂 有很多力量在博弈 但是普通散户股民是无辜的 他们基于通常认知 来股市投资赚钱 这无疑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正能量 保持股市的基本秩序 以此保护股民的正当利益 这是值得国家力量 和社会大的力量 共同去做的 春节将至 让我们共同为 创造祥和的节日氛围而努力 但网友纷纷表示不买账 在评论里喊道 胡锡进 还我钱 还问他 有人说我们是免A 你怎么看 有人还说 建议老胡上春晚演个小品 我在大A赚大钱 A股真是奇葩 2600多点还能千古跌停 2800以下遍地是黄金 应该开心才对呀 有黄金捡 老胡开辆车来装 老胡你自己说说 靠什么让我们爱国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下次收看 再见 再见